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情绪就是心魔 情绪就是心魔 你不控制它 它便吞噬你 如果你的心是乱的 你看这个世上 也就是乱的 朝鲜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你一怒之下踢石头 只有痛着脚趾头 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到头来 受伤的也只有你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 情绪决定了人生的走向 脆弱的人被情绪掌控 沦为情绪的奴隶 而强大的人 早已戒掉了情绪 得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被情绪左右 情绪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但情绪却能左右你全部的生活 有些人为情绪所困 有些人 却早就戒掉了情绪 庄子沙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沉船过河 眼看对面的船要窗过来 这个人破口大骂 骂对方不长眼睛 等到船窗过来 却发现船上没人 是个空船 刚才满枪怒火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情绪来得快 消失得也快 遇到问题只会生气 把自己陷在自我情绪中不能自拔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还可能把自己置于难堪尴尬的境地 约翰·米尔顿臣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激情 欲望和恐惧 那他就胜过国王 很多时候决定人生走向的 不是智商和财情 而是情绪控制的能力 弱者容易沦为情绪的奴隶 而强者早就戒掉了情绪 当一个人受到别人的尊重 不会过分忘息 受到别人的辱骂 也不会过分地生气 将一切看淡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才能在这个世间活得游刃有余 就像安朵尼·罗宾说的那样 成功的秘诀 就在于懂得怎样控制痛苦与快乐 这股力量 而不是这股力量反制 如果你能做到这点 就能掌握住自己的人生 反之 你的人生就无法掌握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控制情绪的高手 面对别人的重伤 也只是微笑面对 从不智慧半句 独留那人气急跳脚 自己却不伤分毫 唯有内心强大 方能处事不经 教育自己的情绪 掌控自己的人生 第二 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 生活中大部分的负面情绪 大都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 人能须己有事 就属能害之 内心强大的人 从来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 因为他明白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也因此更能认清自己 著名指挥家达姆罗斯 年少时天之聪颖 刚刚二十岁就当上乐队指挥 当时他名气很大 也十分高傲 认为自己无人可及 有一天表演就要开始了 达姆罗斯才发现自己 忘拿指挥棒了 他马上命自己的助手回家去拿 助手却悄悄对他说 也许你可以找别人借一下 达姆罗斯有些愣神 略断怀疑地对乐队诚言说 谁能借我一根指挥棒 话刚说完 就见场上的大提琴手 鼓手 钢琴手等十几号人纷纷从上一口袋掏出了指挥棒 达姆罗斯好像被什么击中了 他开始变得清醒起来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并不是什么不可缺的人物 每个人都默默努力 随时准备代替自己 因此 达姆罗斯谦逊有礼 也不再真傲慢 不把自己看得太重 才能站在高位而不迷茫 畏惧地位也不自卑 生活中 放低自己的姿态 把自己当成浩瀚星空中的一粒微尘 浩渺汪洋中的一粒水珠 就少了许多痛苦和烦恼 坦然处事 从容待人 面对挫折 能激励自己 面对骄傲 能反省自己 面对诋毁 更能认清自己 唯有内心强大 方能虚极以待 不过分轻视自己 既不过度看重自己 坦然面对生活 微笑面对人生 第三 内心强大的人 能更好控制自己的情绪 生活中 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这很正常 但情绪就像水 遗书不遗堵 学会控制情绪 不能把情绪看得过重 也不能一味遏制情绪的产生 匹德·阿卜拉德曾说 火气盛大 容易引起愤怒的烦扰 是一种恶习而使心灵 象征那不正当的事情 那是一时冲动 而没有理性的行动 因为一些小事而生气 气性太大 就容易伤身 别拿他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人生或许就能快乐许多 而庄子也曾说 人莫建于流水 而建于止水 为止能止种止 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就像流水 怎么都无法噪音出 自己真实的心境 而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才可以心如止水 内心充实而强大 有一天 著名作家哈里斯 跟他的朋友一起去买报纸的时候 朋友礼貌地和摊贩说了声谢谢 但摊贩冷眼相对 一言不发 哈里斯问 摊贩的态度 怎么差 你为什么还要和他说谢谢 朋友则说 我经常来这里买报纸 而他每天都是这样 但我为什么因为他的态度 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呢 别人说话的态度差 或许是他一贯的习惯 或许是他心情不好 但是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他 而弄坏自己的心情 圣言法师说 控制情绪是一种修养 人生能够做到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更是一种大智慧 一生的资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任何时候 一个人都不应该 做自己情绪的奴隶 不应该使一切行动 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一个人的内心就像一盆清澈的水 守候一片自己的领域 无关城市 无关枫叶 只是一种善良 一种责任 一种深深的爱恋 情绪就是心魔 当你决定不在乎的时候 生活就好起来了 人生中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愿你内心和平 不急不缓 三重水腹一无路 柳暗花梅有一春 愿你内心强大 妥善安放自己的情绪 一草一木 皆是温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影片 您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